那裡面這個都是紙盒子嘛 幕僚們趕緊裝箱整理 曾鈺鵬最愛的模型公仔 也幾乎被撤下 沒辦法順利連任 趕在2月1號新科立委報到前 收拾完畢 移招辦公室 甚至先把這 連幾張招棒給兒子的 資深立委陳明文也不例外 1月25號4年一度 立委辦公室爭奪大戰 也將正式展開 6月中心道樓 其實有非常多的委員辦公室 尤其在5樓 我們可以看到包含上次羅志正 賴桑林委員都沒有辦法順利連任 但是5樓這邊 唯獨也只剩下林詩明 能夠成功連任 走到了中心10樓 我們可以知道在10樓這個位置 其實在第10屆的委員當中 有3名立委曾經有被司法搜索過 而這也因此很多新科立委 甚至委員們在選擇辦公室上面 也因此為之卻步 其實只要把工作做好 沒有哪裡風水好不好的問題 當然我是喜歡跟我的那個同黨的同事 是很靠近 但沒有關係 如果是在不一樣的地方 我跟其他的 其他黨的委員都可以交朋友 中心研究大樓可容納83席委員辦公室 第31樓由於沒對外窗 不少委員是能避則避 反倒這裡搶得兇 而在青島東路的另外一側 這個青島議館這邊 其實在過去從2001年開始 包含藍綠立委等10多位的立委 都曾更上層樓順利當上了縣市首長 因此青島議館更成了口耳相傳的縣長館 會不會跟社榮這個委員 或者是跟柯政委員 被點名高雄跟台南選 高雄跟台南市長 青島議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啊 假設他有問到 我會建議他 這裡是不錯的選擇 像國際蔣萬安 盧秀燕都在這裡很久 第11屆立委藍綠白戰仗 重新大洗牌 幾家歡樂幾家愁 選擇好的風水保地 避免愁更愁 靖新聞謝錢謝宏睿 裁判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